这个老友谈 这是中国艺术卖室最传奇 最值得书写的篇章 这个是叫我与佳德老友记 不光是由企业经营的一个辉煌的成绩 还有很多老朋友友谊在里面 所以这样一个特别的时刻 就把老朋友请回来聊一聊 你们过去30年的故事 我跟陈总实际上 陈总是对我 就从艺术收藏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相当于佳德也是为了启蒙 其实我这辈子我也搞不清楚 我怎么跟这个东西会站在一起呢 包括胡忠也好 前面的王忠也好 都在陈总的一种带领下 走到了今天 我第一次见胡忠的手菜 竖个小辫子 这一过能生很快 30年过去了 那形象永远留在 对 这就是信任 陈总还有一个 你说我这次 我们搬一个 就是明代的一个首唱站 初步算了一下 我看了一下 我们83件作品 我是估计三分之一是这家都买的 那我们这样高兴 83组作品 花了28年时间 那不是一年两年三年五年 28年时间里面 我就收藏了这些东西拿出来展 我看里面 所有的东西 第一都是拍卖来的 第二 家都要占别在三分之一 最起码三分之一 甚至可能还有些不止 因为有些经过 第一是可能经过 有拍卖以后 再换了再换了再换了 再换了再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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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是如果诸书家的经测的话 我认为更高 这个比重 你不可以加着今天 对市场的一种 培育跟一种推动 让大家 比如说更了解 中国 传统文化也好 中国的现代当代艺术发展也好 这是个平台特别好 我听说陈董 您是学 本来是想学 这个考古是吧 后来学了经济 再跟我们聊聊30年过去了 怎么想到当年 想到说要创买一家拍卖公司 对 这个做拍卖行的故事也是挺突然的 所以我那时候 在国务院发展中心管理世界杂志 做副总编 所以我下面成立一个叫文化市场研究所 有一天他们就跟我说 阳城晚报 我记得很清楚 有一个小豆腐块 说中国有五千年文明 这个艺术古董 这个叫浩若星空 居然没有一家像样的艺术品拍卖行 他们拿来 人家说这个总编 搞拍卖行怎么样 但我老这个闪现的 就我老讲的故事 新闻联播最后的五分钟 世界新闻 说昨天驾驶的拍卖行 这个梵高的向日回 创了天价 听说是一位神秘的买家买走 这位神秘的买家估计排至日本 我还和你看那拍卖台 一个五十开外的 穿着晚礼服 打着领结 站在高高的拍卖台上 下面都坐着拥有华贵的这些 贵妇人或者是绅士在举牌 你可以想一个小县城 一个没有出过国 这个年轻人看着这样的画面 那是什么刺激 觉得神秘高贵遥远 跟自己可能永远没有关系 越是这种 你觉得跟你永远没关系 你越刺激 所以这种画面 在我脑子里很深概念 我当时我有想法了 就是说如果我办拍卖行 办成功了 今天就实现我的理想 这边是一切崛起的新贵 那边是老先生 老家族家族内拿出来 其实我认为还是一个 文化的一种传承 那天胡仲有悄悄问我 他说你算过没有 这三十年代 我们卖了花多少钱 我是你最清楚的 你们才会最清楚的 我不跟你算个三十年的账 其实我现在更感觉到 可能在生命中间 创业也好 赞钱也好 那可能都是我人生的一个逗 我的人生的句号 有可能成功 最终就我弄到这个艺术品里面去 那我想想 我可能也一样 我的归宿也跟你一样 刚才刘总你谈到这 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到加德买东西的景象吗 那肯定记得 那像昨天一样的 我为什么来呢 实际上是这个东西可能还是给你自己年少 可能年少的时候呢 就财富 就财富激励的比较早 就是我觉得你对新东西很敏感 对新的东西特别敏感 那时候呢 我记得91年嘛 山开认购政嘛 山开认购政 实际上炒得很厉害 所以我炒完认购政以后呢 感觉没事干 又去炒过油票 因为小时候嘛 几个油嘛 所以炒油票感觉也是比较简单 一般的几个油 后来有一次在新闻晚报上 你跟我说过这个故事 看到了 就是北京城里家的拍卖公司 在长城饭店南饭店 我记不清楚了 对 我管站没说 我说我去北京去看看 我就一个人 我就看这个消息 接着我就看了个报纸 我就杀过来了 杀过来那是 一个人也不认识 对 一个人也不认识 也不知道这个拍卖怎么弄 对 我记得是 那时候土路花了一百 不是两百块钱 一百块钱 就一百块 一百块钱 我买本土路 土路 还买本土路 买本土路 买本土路以后呢 办牌付多少压金 我都记不清楚了 对对 记不清楚了 那么看里面的东西呢 实际上基本上不认识 你古代的基盘坑 根本认识不了 对对对 那时候你可能 比如说那时候 肯定脑子里边 叫郭伯洛 你可能说唐伯弗 你时候可能知道 你说唐英是谁 我都不知道 对对对对对 因为从来没记住 你写唐英都不知道 你说写唐英 我就不知道是唐伯弗的 你可能写唐伯弗 我知道这个唐伯弗 你写唐英我就不知道 对对对对 结果完全陌生的 那我完全陌生的 翻翻了就 郭伯社 感觉他搞假鬼文的 对对对 郭伯社是家喻互相的 我记得我那件 郭伯论现在还在比较大的 大吧 一张差不多张二匹的说法 对张二匹 张二或者八字整齿 很大 我他说我都 我都记得七万块钱 七万块钱 而且下面写的 好像是家属送的 七万块钱 好 这一件 那么后来买了件 一口馋的 加两粒都不止 十一万块钱 买完了以后呢 买完以后 就感觉买两张挺好的 实际上那个时候 跟我就没想过 实际上从头没想过 今后会跟这个 结下这么深的缘分 后来可能过了段时间 那么实际上对我 比较受刺激的是 一个就是说 我们在收藏中间 可能今天也会碰到 很多人会碰到的 特别是 从拍卖公司来说的话 我认为这是一个 也要必须去面对的问题 你现在包括今天一眼 你看很多 大客人进来 大资本进来 他想要这东西 但是他为什么 最后买了店以后 就停下来了 因为他这个里面有一种就是说 产生让人家感觉 这东西搞不明白 搞不懂 我记得我当时碰到过一件 类似这种事情 是真假的问题 还是 真假问题 就是布局的问题 就有人 就是旁边 对 总要打枪嘛 反正有人给你布局 卖个东西给你 当然所以这个局没成功 对我来说没成功 但是我就感觉到 一个很专业的 很现实的问题 从来就出来了 你去研究 研究 你时间来不及 他比你研究的深 那么很多人可能测了 那么可能我的性格上呢 可能反过来有点不甘心 一直可能这个过程中间 我要停了两年没买东西 两年没买 我差不多到 后来我想明白了 对 自己判断 自己判断 怎么判断 我买贵的 买封面 对 对 对 这个我记下 你说过 买封面 所以我那次以后 定下来以后 我记得我 我第一张东西 还是你实力强 第一张东西 就在家里买了 可能无数人你都不知道 我叫老陆帮我举的牌 对 铝记 哦 这次也展出了 铝记这件话 我记得很精神 260万落的水 加佣金是286万 我买铝记 买就是大家都说好的 对 对 我是买了铝记 那么实际上很大的 很大的一个一个 是 是 是 有个 是 是 凤凰吧 你看我还记得这张 这件话 因为你说你 铝记的 就是市场上流通的 特别特别少 特别特别少 这个我还有记忆 但这个好像是古代说话 图目诸鹿的 所以我记得很清楚 那你这样一定了以后 那你接下来买东西 你相对就轻松了 你就还是 你找到方法和效能了 但是 但是 现在很多人 我认为 很难 很难去克服这个东西 克服东西 包括今天你回过头来看 我认为我这个方法 有可能 从简单的来说 可能比较粗暴 但这种粗暴里边 包含着一种实用 它还是很衰 因为你拍拍公司 肯定拿好的做方便 对对对 你肯定是拿好的方便 你不会拿榨的做封面 所以这个是一个 特别是大公司 更注重于自己的品牌形象 你不是今天一个小公司 你说加了做封面 那肯定他们像胡同 他们都要讨论的 上哪一张 那反反复复 可以讨论的上哪一件东西 最起码有少数出个理由 上这张封面的卖卖 所以我感觉买拍卖 买贵的还是有一种道理的 所以说我感觉 我也特别感谢陈总 就是说 三十年前 他看不就说 他这个杂志 就像刚才陈总说 的编辑社 他了解世界文化的发展 看着是杨志万报家 这东西 他去学习数学比加 时的 回来创办这个东西 那么因为 有了程度中创办 这加上我这种好奇心 我可能不太干 安分的一种性格 就是跑到了北京 所以我们俩也算是 艺术品拍卖收藏界的 一个传奇 所以我们俩的故事 要写下去 永远写下去 更多的时尚 实际上实际是这样 我认为从我角度来说的话 没有那张新闻晚报 我可能我这辈子 跟这个东西 连关系都没有 这里还是敏感敏认 你还是最新 一般人是不敢来的 所以他还有赶闯精神 如果是应该是第一次 因为第二次就是山地疯了 第二次就山地疯了 所以当时我们记得 我们整个那个拍场上 以海外的买家为多 因为那时候国内没有这个市场 大家不知道拍卖干嘛呢 当时还是很兴趣 就是说加德 也可以讲 叫移民金人吧 就一场拍卖 因为国内没有 最早呢 这个北京 前工他们文物公司 跟北京拍卖行 搞了一个叫92年 这个文物拍卖一个特批的 这个拍卖会 那时候我已经在筹备 拍卖行了 我那天悄悄打进去 我就一生计的 订了一个长枕 前后后用 后来我知道徐帮他 过去我不知道谁 你知道对 那天就徐先生进来 前后后用 徐先生是很有文化范儿的 对对对 穿着这个对接 道骨心 很很干净 清瘦 老先生 还有那时候他们请谁 香港拍卖行的 还不是 不是价值的所 是香港拍卖行的老板 叫胡文奇 我那天参与了拍卖行 去把胡文奇交还一张名片 专门去香港请教他 所以我那时候 是已经在申请拍卖行 朵云轩 比我们早半年 是这个在上海 93年的秋天 那我们也看到他这个广告 对 你没看到他的广告 在上海 那我还想 他也是让封面是 张大千卖了120万 所以我们那是第一次的 张大千卖了 180万罗锤 就加佣金呢 就200多万呢 就创张大千世界最高记录 齐拜师那趟也是 齐拜师那个罗锤是 160万 所以180万 对于是也是世界记录 首场就一千多万 所以拍完后 中央电视台是东方时空 我还记得 说加德的这声垂响 预示着伦敦 纽约 北京三州顶礼时代到来 的确是这样 你现在国际上 加十十五笔 对 国内拍卖 这种还是格局 还是形成 对吧 那三地风其实买的时候 对 其实也挺搞笑的 实际上我们好像是 五个人合买的 对 我都知道 五个人合买的 对吧 也见了 陈玉区先生本来 买完以后 这张画画大嘛 就没地方放 就一直放在 某一个朋友那里 那么时间 随着时间越来越长越长 原来一起合作的 后边慢慢就都分开了 对 分开了各种变化 实际上 后来拍这张画的时候 他弟弟事先找过我 意思是说 妈妈你要拉拉我吗 现在有这么有钱 我们都这样的 你这东西还跟我们 争什么东西呢 对 所以当第二次 陈地峰在家的拍的时候 王总跟我通了电话 我记得是在你们 那个 还在长城北京饭店 我认为这张画呢 一开始为什么呢 我要叫法院 把它插封 不让它拍的 但我看到了 我那些原来给我去炒股 被他十几个人 都盯着那张画 我想想算了 这东西没办法再跟他们 再跟他们一半见识了 他们这些东西 拍出来 可能是他们的今后 人生养老的钱 那我再跟他们 再这个东西 我实际上 情义上也说不过去了 对吧 他们看着我也很紧张 我实际上我招负都没大 我转身就走 他们怕我 我去做这个行为 对吧 然后呢 我可能认为这个价格 可能是会漏拍的 对吧 但是呢 到了底价以后 我看有人拍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到 可能就这张画 还是很多人喜欢的 一个是喜欢的 第二个就是这张山提风 可能跟我还是之间有 更多的一种故事 对吧 那么再加上 这种城里飞花西藏 这第一张 第一张 也很有名 所以后来 最后还是忍不住吧 再把它买回来吧 就当着前面没这张故事 就拉倒了 对吧 你只能自己去想的 对吧 所以最后那些 我那些朋友就特别开心 他们就 他们都还很感谢我 后来我说算了 我还给你们争什么东西呢 没法争了 后来 八千多万 八千多万 也当时也创 陈一飞的治罪了 相对前面都是花贿 什么五个人买 多少人买 都是花贿 对我来说都是花贿 最后是八千多万 我是花了的 前面的钱都是白花的 等于是 他等于是花了几次的钱 买这些东西 所以这个拍卖场 就是见证了很多事情 见证了刚才您说的 这些文化传承 还有呢 就是这个整个的这个 经济社会的这个变迁 起起落落 然后还有呢 就是人间的情谊 在这下面也是体现的 因为这个时候 都是很大的价钱 有的时候 你做着一个决定 是吧 好多时候也是 有情有义在里面 要说这儿呢 你看三十年 以前我也讲 大家有时候很简单的理解 觉得拍卖行 特别艺术品拍卖行 就是个豆腐厂 还是有钱 其实错的 一个成熟的拍卖市场 其实是对文化的理解 和认知吧 还有一个喜欢嘛 是不是 它不完全是一个 这个实力的问题 是文化的认知和欣赏 修养和财力两个结合 所以我觉得成熟视察 是这样一个表现 其实你要今天 你说你讲起艺术品 你讲起这些艺术家故事 你讲起这样画的来历 你就是个大专家了 刚才说那个唐柏虎嘛 就最近呢 刘总买了一个 就是唐银的一个书法 一个卷子书法 然后当时这个刘总看了 看完以后呢 刘总说的到时候打电话 后来我当时就在现场打电话 打电话呢 就是看场上没有别的人 刘总问说还有谁 我说没有人 那里还是很诚实 然后我说没有人 然后刘总说好 举一口就敲下来了 我呢也觉得很担心 我说这要是别人买了呀 就心里头扑扑通通了 然后刘总肯定是 对这件东西从前到后 其实他已经研究很深了 他高兴 来源这个故事比我们还懂得 还知道的多 他那时候买高兴 对 没有人试货嘛 这就已经 他现在已经站在 叫宜兰种山小了 是不是 其实这个拍卖 还有个偶然性也特别强 你说这个常败部吧 没有人要 我买了 另外一件 董奇山也是在你们这里 对 第一场订了 好像订了5000万 5000万 5000万也没人要 没人要呢 我就跟胡总说 我说你下次拍便宜点 叫它降一点 对 降一点 降到4500万 那时候5000万没人要 降4500万 估计没人要我买了 好了 来个人 真的出来个人 真的出来个人 从4500万跟我增增增到7000万 所以这东西 人太聪明 人有的时候太聪明也没用的 你说你5000万买了 我就5000万了 他对我来说是什么心态呢 我感觉这个30年拍卖 我董奇山也有几件董奇山 我不是没有董奇山 但是我感觉了真正让我董奇山 感觉好的董奇山 真正30年内在市场上见过的 董奇山那边 你拍过太多了吗 这个董奇山是应该是目前来的 除了个是拍过一个 好像董奇山这个 实际宝级香港拍过一个 也就是说法吗 对啊 他是有判断力的嘛 就这个在国内 这个董奇山流通一字一话的 最好的 对吧 那么这个可能就是 他今天不是第一次出来 真的 他可能也拍过三四次 甚至四五次 为什么在前几次我没参与 可能是自己的认知不够 不知道他好在什么程度 他达到个什么高度 你可能那时候去 观众买了其他东西来 但你今天回过头来 因为当你这个认知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又碰到了第二次拍卖 又出了一个人 在现场跟你争的时候 那你感觉到这个东西如果再浪的话 那你可能这东西就永远跟你没关系 对吧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一个拍卖的一个旗帜现象 有的时候呢 后会举高了 有的时候呢 后面买到 更多的我认为 可能还是对市场的认知 对作品的认知 刚才刘总讲到这一点 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他讲的是在拍卖过程当中 有些时刻是要临时做一些决定的 这个决定很深远 就是陈总您在这个拍卖过程当中的话 无论是自己做收藏 还是经营这个企业 是不是也有一些瞬间 或者有些时刻 对您来讲特别的重要 那不过就像这种都是 是吧 都在自己老子里 在他的老子里 在我老子里 我知道陈总有一个这个理想 是买一个送话 买一个买一本送的书 送书是买到了 送书买到了 一本送话的书 送话呢 就是现在还没有实现 还有客室 还有客室 送话是那个瑞映图 后来我这样 后来我还是很认真 不能给这个一千抢 最后可爱 这也是个故事 对这也是个故事 这个这个拍瑞映图的时候 也有一个客人 也有个客人呢 他就按着我 说你让我先去 让我先去 让我先去 让他买 让他买 我又不好 不好不顾在这个前面 后来我就跟胡总说 胡总你等一下拍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看着我 我说你看着我 我如果跟你做个表情 你帮我举着 我就不拿牌了 为什么他跟我说了这话 我没办法弄呢 他说他一直摸着他的耳朵 你就举着 等我什么时候放下 你就算了 因为他要买 我也不好意思再举半牌 他也夫妙跟我坐在一起 那我坐在一起 那我没办法 坐在我边上 我怎么没举 我举着没举的 我记得 他实际上他价格出到两千多万 两千多万 他放到两千多万就放下了 放下了以后呢 后来我就看着他 看着他急了 你买呀 你买呀 他叫我举着 现在我心里想 我早就跟胡说说话了 哈哈哈哈 所以这个拍卖长了 好多这个故事啊 他说这我就讲 就我对拍卖的认真理解 他就像一个庙会 实际上是个平台 我脑就就是春季秋季 两场庙会 大家从世界给你飞来 晚上喝酒聊天 大家称兄到底 第二天 那是杀的你是我活 那关键是我 你想这个买东西 你都都是叫 拼实力 叫夺爱嘛 对 铿刀夺爱 那是 所以我就讲 我说这群体体验的时候 还有一个老家 小生意大社会 什么样的人都有 对吧 这个当界的 他是一个 整个世界的一个 文化人的一个聚集 这件东西啊 这个平安帖还说啊 当时我们当然拿到这个 等于是国宝嘛 那时候呢 我记得那个陈总还说 说这个应该是 平安保险买最合适吗 然后我还 我还恭恭敬敬的 我还恭恭敬敬的给平安 这个是写了封信 多好两个字 就是 平安两个字 王羲之帮你写的 对啊 那是多好的 我说这东西 还有很多 还有乾隆皇帝的平安呢 对啊 那时候都说 这个三西堂嘛 对吧 这个快水石清天 那都可哑实情了 这乾隆皇帝都给定成这个级别了 大家还是不太认可 但我我记得咱们咱们这个拍完了说拍完了拍中间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我就拿着一个刘总电话 刘总说听着先不先不满还有多少人 哎我说真的是还好几个人呢 开始是五个 后来剩三个了 后来剩两个了 后来到到最后剩剩两个还是剩一个的时候 那个刘总说举一口 我说哎举一口 马上举了一口以后 嘣最后就落锤了 最后那个环节是其实蛮漫长的 就是在等待你那一口 其实他说这个也是到了最后那个谁在这架演戏一样的主角上场 对吧 就是就是主角上场就是他的 我记得这个是三亿 加上佣金三亿零一八千 严格讲 两一七千多万 两一八千万 这个价格其实那个时候肯定是世界纪录了 那时候肯定是世界纪录了 当年肯定是世界纪录 但是这些年回顾三十年 其实刘总在加德买了真的很多好东西 包括还有江低丸井 张大千的那副 对吧 瑞英图刚才谈过了 这件平安铁 最近在展出那个沈州大长卷 天下第一沈州 来说说沈州的故事是不是也很精彩 其实这个是沈州 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呢 是08年的时候出来的时候 出来过香港 实际上还是对这个东西认知不够 我认为这个认知啊 它是一个是一个很关键的东西 你认知到了 对这个作品认知到了 你会不惜代价 你会去买的 所有的问题都认知这个问题 那么实际上我这天沈州 沈州后来这次在拍的时候 到家里拍的时候 我有个朋友 他就一直鼓动我 说说你再怎么样 要把这东西买了 他觉得他的认识 他就感觉到我今天钱不够 我没这么多钱 他说我们原来 这些东西没见到这些东西之前 我们说沈州 大家就认为 就画了最好的沈州 是在台北国宫的人 就是内招 楼山高 楼山高 他说这些东西都出来了 那是肯定他是天下第一的 你今后今天你画一个多亿也好 都值得 都值得 今后你这些东西今后说五个亿 十个亿都是他说的 这肯定我 肯定我来这个 我买了嘛 花了可能 几千万 一亿多 一五千万 这就是 17年吧 17年 对 跟江西万景同一场 17年万年买了 买了一五 买了 刚刚讲认知积累 就是你不断看 不断看 学习积累 再到了一个点 就是我们老讲的后继薄法 就升华了 升华了就 站在更高的山顶上了 那这里面有没有一个 所谓的跟艺术的一个 我们讲的悬一点 缘分的问题 比如说您 陈董 您接触很多的大企业家 你觉得制约他们 或者说影响他们 像成长为像刘董这样的 厂家的主要的关键 要成为一个大收藏家 不是钱 最后还是 到了一个成熟上 就是文化 就是你喜欢 你研究 你认识 你积累 就是时间是一个 完全正比例 比方说 以前 在这三十年 跟着这个市场 看了无数 见了无数 也看到这个市场的起起伏伏 所以今天他买东西 不会受任何影响 他说买就买 你有人举 没举 跟他没关系 那你举高 他心里有个数 多花点钱 无非 他今天完全是进入一个自我状态 这个上帝是很公平的 就是你的根源 你就有这个收获了 所以已经就不是一个简单理解 我还是前面说的 说有钱 这只是一个充分条件 不是必要条件 所以我就讲艺术收藏 成为一个大收藏家 他也是 我认为是 富貌灵脚 这个里面更大的 实际上是 他的财富 它是个先决条件 对 但是他最大的成分是时间 这个成分时间太长了 你看我 我83件作品 要花30年时间 你想想看 一年才买两三件作品 对 而且你一年只有两三件 平均买两三件作品 三十年你可以算 三十年 在里面三十年的作品 你有的时候自己看看 你比如说95年买的价格 15年的价格 这个价格里面 本身可能要差五十倍 对 那么你这个心里面 要克服这种 价差五十倍的一种心理 给你造成一种冲击的 因为你前面买过很多便宜的 那很多人为什么收藏 收藏到后面 他停下来不买了 因为他前面买过便宜的 他现在老觉得贵 他现在搞得贵了 他就不要了 他就停下来了 这也是财力也跟不上 这是一个财力更正上 他可能也是个新兵 他很难去 这个时候受到自己的冲击 你说我第一件展出的是95年买的 就这次展出95年买的 一个王道州跟玉丽卿的夫妻两个 财丽卿的夫妻两个的一个 一个手奸 手奸 11万块钱 夫妻两个人11万块钱 我后边上 也是个王道州的手奸 还比较短 不是两个人的 我在法国 15笔 花了700多万块钱买的 700多万美金 700多万人民币 人民币 700多万 11万和700多万 11万 关键是你11万还有两个人的 它是一个人的 所以你只要去克服这个东西也挺难的 你这说的挺好 这个也挺难的 所以我感觉到它这个拍卖 比较好的是什么东西呢 它有流动性 原来比如说古龙跟古龙之间交往 你就认识五个人收藏的 那你只能在五个人一边流通 那如果一旦这四个人不完蛋 你就流通不来了 它现在拍卖为什么呢 它把这个流通感 不断的新人跟老人 在这平台大了 平台大了 我是反正成长 我一直注重任职的 我还这么句话 加的是我 谢谢 拍卖到今天 我今天龙 你最爱吧 是你最爱吧 我有龙美术馆 离不开当年的那个新明晚报 没有第一场 我可能走不到今天 但是你有没有你这个拍卖市场 艺术品市场就没今天的这个繁荣啊 多一个我少一个我 可能只是在某件作品上 那个价格可能有点波动 但是整个来说的话 这个艺术品的市场发展 它是财富积累嘛 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 你看西方比我们走得快多了 西方一般的新的家族 你看 家家都有收藏 都有收藏 哪个没有的 那我们现在只是第一代嘛 可能大家还在拼命 他不像第二代 第二代 他受的教育也好 什么样也好 他可能就比我们这代呢 会静下心来一点 对吧 那这种东西对他来说是 他会今后我认为是 通过一个周期的浮照以后 包括国内 包括是 不管是中国传统艺术也好 跟中国当代艺术也好 都会进入这种相对良性的 这样的角色 但是我今天在谈论价格说翻几位翻 我之前跟刘总聊过 他说呢 收藏呢 重要的是传承 他没有想到卖的问题 他是传承 所以我们现在的市场 很多人其实收藏 有的时候是基于投资的一个思路去 去在做 就是对于拍卖行来说 我们希望我们藏家 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 你当然说这个问题 那为什么收藏 没有价值 都不会收藏 不能争执 就可能没有收藏 所以我老讲 艺术品的最伟大的守护神保护神 就是企业家 就是收藏家 收藏家 它是一个企业家 它的最重要的 它的所有的投资 都是要有那种保持政治的 其实收藏 其实一个最好的长期投资 所以刚才程中讲的一种比较当年 就是中国当代艺术 比较低迷 那么程中这个角度 他支持当代艺术 所以他选择了收藏当代艺术 当然现在这个当代艺术 是相对比较火的一个萌类 是吧 但是从我自身的感觉到 是个什么东西 你说过这个收藏过程中间 我有很多东西现在占很多钱 占很多钱 我如果要卖的话 占很多钱 但你有的时候呢 你根本就没去想过这个问题 为什么没想过 你感觉我好不容易把它集中到一起 是很累很累的 这已经是很难很难的 你花了几十年时间 我就把集中这么多的东西 你说三天两天把它卖了 你这个东西 它实际上是很难释怀的 它不是说今天这一个价格 就是你这个过程激烈的过程 就相当于你今天 你搞科研一样的 你说什么今天我搞那个科研 成果出来三十年 明天叫我帮他把他卖掉的 这种心态 他都不不一样 我们在拍卖的这个过程中也发现 比如说你这个买了这个杯子 你明天跟他说 说这个杯子不太值钱 你劝他卖了吧 他有人还真卖 如果你跟他说 有人要加你钱加一倍 你问他卖不卖 他肯定不卖 这好像跟股票不太一样 你说加一倍 说明人家对我这个收藏的认可 认可 那你一个人买的东西 不管是贵便宜 你得到了别人的尊重 得到了别人的认可 那你这个 你这个心里 实际上是对你的这个 这个鉴赏水平 对你的投资能力 对你的这个对文化的认识的 一个综合的评价 说要全面认可吗 其实我认为很多有钱人 都闭着眼睛可以买 就买贵的 这应该讲这是一个成功的方法 你可能找不到其他方法的 你说他一个比如说企业家 他天天去赚钱 他怎么可能天天去研究文字 研究这个 等他能往里面拍拍过来 对 就像他画的我们的基地也相对有限 他说对的 那你肯定是这个方法是肯定是最最 应该是唯一的 唯一的比较有效的 就好像就我老讲 拍卖也是唯一的度假的最好方式 对对对 人家老说拍卖也卖假的 你说 有哪一个方法比拍卖度假更好 没有 所以这个在经济学里面 我学经济学就没有最优 只有次优 捷径 就像就实际上我们刚讲说平安田 说是这个王羲之没有真净 他是最捷径王羲之 下真净意的 下真净意的 就是他最捷径他的 就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 是吧 所以可能是最早宋代磨的 这个近代的 可能那时候还有真品 这个领磨的 是这样的道理吗 就永远记得这句话 只有次优 没有最优 所以这个拍卖就是最好的 就刚刚以前讲的最好的平台 公开的 对对 是吧 有一次我就讲 是吧 这也是很很著名的企业家 有一次去参与了活动 他知道我 外面一大堆站着 他拿进来给我看 就是我看过一批的都是徐北红 你看 七百十 马一看 所以我都知道 你说我我人家拿着 我当着什么说 我这点点头 好好好说好说好说好 我们有句话说好好好说好 其实就得拿回去吧 所以这行啊也是也有很多自己的行话 语言只要经常人家拿队来拍摆好拍摆 说这不错 你哥好啊 你要好队就好好留下来 感觉给你估计 这句话我感觉 特别就是说可以给一些新人啊 特别是刚刚参与这个市场的 或是给这个整个一个参与一次名收场的 这个行业的人 一句话 那拍卖的假跟你市场上的假 前提是他已经做了很大的筛选 那你如果说拍卖你都买到假 你如果到市场上去 那不可能买到真的 那不可能的概念呢 西方相对简单 西方用为什么 它历史短了 它油画 它传承简单 我们这个纸上的东西 传承这么长时间的 又经历过战争啊 什么东西都源于落后 它传承也记不清楚 就是有过传承 找不到资料 多年以后再看到这个资料 所以它这个里面的东西 就是复杂程度 比西方复杂多了嘛 所以说要求的成现相对专业性 特别是像中国传统绘画这块东西 大家有个底线 就是新假 那肯定就是假 你不能说 现在我仿一个唐伯虎 那就是真的假 那你说200年前 因为我们中国的绘画 还讲究一个这个 大名将仿的呢 有的时候呢 更值钱 甚至于有些人是为了学习 而仿这个古人的这些前嫌 对吧 那这些仿的好的 那它也有价值 但是价值跟那个真迹 当然还是有很很很大的一个差距 还是可以流通吧 但是呢它可以流通 有些人认可 我买的是一种文物的价值 其实所以呢 就从这点上来讲呢 我觉得拍卖行呢 就是担负着很多叫做文化培育的一个责任 是吧 就是说它从这个年轻的一代进场 就开始要慢慢的 要给它一些正确的一些认识 怎么样 比如认识古画 什么是最重要的 然后有一些是我们在这个稀缺资源里面 可以放弃不考虑的 那还有一些是什么是底线 比如说新做的假 那肯定是不行的 那就是所有这些概念 还有这个认知是要 我觉得拍卖行啊 其实是有责任 要给这个大家一个传播 那正好呢就是差不多佳德 这个到了30年的时候 我们也发现正好到了这个时候呢 也是一个新老这个交替的时候 就是我们像刘总这样的资深的厂家 他这个已经不但是有了丰厚的一个藏品 他还有了自己的这个美术馆 所以呢他选东西会越来越精了 对吧 那新的又一代又来的时候呢 他是在一个学习的过程中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既要帮助这些资深的藏家 找到那些顶线的东西 我们也希望呢 就是能够引导这些年轻的收藏家 能接力 接力能够接上这个棒 就像可能有一个人 现在可能不是看新民晚报 可能是看我们的网 来的这些年轻的人 他们进来以后 能够让他们买到好的东西 不让他们踩一脚就是坑 然后就出去了 这是我们我觉得拍卖行的责任 这是我们 所以呢这个公开公平公正 还是说刚才其实刘总 陈总都说了这个问题 这些故事里头都包含这个 就是我们这个市场要透明 要对大家买家卖家都公平 是吧 然后呢要不让大家踩这些坑 这是我们的责任 那么展望未来的话 你们觉得怎么来看待 咱们大陆的这样一个 未来的这个收藏市场 拍卖市场一个发展呢 就是所有的行业 都是跟着中国的改革开放 40年是一个步调做的 你看这个从10年前后吧 那家拍卖行风起涌涌 对吧 上百家拍卖行 它是个小众市场 它是个文化市场 它不是主流经济 不可能说像主流经济 几百家拍卖行是不可能的 世界也走过这个道路 人家就两家拍卖行 再几家有特色的 中国今天其实就是通过了 这一轮的大席牌 最后刚才以前讲的 就是又回回到了聚焦 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就今天又回到了真正 长期经营真正是把这个产业 作为自己的 就像刚才胡总讲的 公开公平公正 这个文化培育 跟收藏家共同成长 其实在拍卖30年 我讲这句话 其实我还讲我们是共同成长 其实呢 我们更多是要成就 更多的 更了不起的 甚至我相信一千 一定在中国历史上永久留民 你别看 我们要给真的 别让你的外国做再好 外国做再好 不见得留民 但是作为一个文化的传承者 大收藏家 今后刘一千的名字就是跟 梁清彪跟向元辩 那不 这个一千 那绝对是 就你可以想 他的这个未来的这个历史地位 是这一级别 所以拍卖行就是希望有更多的刘一千 像他这样的 那当然了 你这个市场就是一个成熟的 健康的 就刚讲的 又有 又要财力 又要对文化的认知 是双向的结合 这个陈总您说的特别深刻 其实这个问题 话题我之前跟 刘总也交流过 其实我在这儿的话 我想特别再追问一下刘总 你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说 收藏这个事是一个事业 有可能会在更长 这这么历史上我刚刚说的 比你现在做的事 那个企业可能还重要 有没有这么一个时刻 其实特别是 我觉得你应该有 这两年吧 这两年特别是 你像我 做美食馆的时候 美食馆前期美食 这两年我特别 这两年我感觉到是个什么呢 感觉自己啊 今天啊 能像模像样 做一个失望无影的 失望的展览 对对对对对 那么实际上 今天你做这个展览 不是说你自己可以去吹的 别人来认可的人 你说你做的好 没用的 没用的 真的 那么我感觉我这个失望无影 是 还是我感觉到 我自己不给自己丢份的 第一次人家可能 系统的看到我的一个 失望无影的东西 那么这次就是明朝的 那么可能更是一种 是吧 大家比较还是比较惊艳的 因为你花了这么长的时间 花这么多精力 花这么多钱 最终 你只是把它聚集在一起 做个美食馆 是吧 那么可能在财富创作的过程中间 就像我前面说的 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 你看我昨天在湖北开工典礼 那可能都是个斗 对 那他一年我赚的钱 可能我举个牌了 就没有了 就是买了一件东西的 这么多的生产就一件东西的 其实就这么一个事情 这可能就是个斗 但最终 可能积累 是全部积累到这个文化 这个收场里面 收场 那么至于这种收场 你说你说 就我今天要讲我直升 我感觉我可能 我都没去想这个问题 我也不敢去想 我感觉我可能 我的心胸愣智感悟都不够 你没你想想看 你一照题做不出来的 你想三十年有什么用呢 你还是做不出来的 你没学会做它那去想干嘛 那我就不敢去想 你比如说你这个收场 为了你想怎么样 不敢去想 你只是一个过程 激烈过程 走出这么条路 到形成了今天 这样一个收场给我 你像农美术馆 你现在已经到超完的地步了 做十年美术馆 十年美术馆做的也挺累的 我在这个十周年 从我资深来说 我也比较用心的 为什么要做几个展览呢 我如果等这个十周年 我后面一些展览 做完了以后 我可能自身要做个总结 我三十年的收场 十年的美术馆 我想干嘛 我想干嘛 我自己要透过镜子 去看我自身 是吧 我为了想干嘛 那么今天 我们再跟比如说 东东大哥一起聊加德 虽然我一直是加德的一个客户 但我感觉我对加德的这种论可 带给我就是说这艺术上带来的这种 你实际上是另外一个角度 你不是单单的你今天 比如说你一张报纸 我来了 我参与了 这一路过来 那因为你这种三十年的一种发展 也是我这个受伤 是陪伴在加德三十年的发展 所以我更有一种亲切感 你说你加德也可能 你说你当年整对工 你十年不搞了 可能后悔我了 也不能过来 这完全有这种可能 这真的完全有这种可能 因为这种性感和相互之间的一种默契也好 包括一种认可也好 因为你在这个市场上 如果加德如果十年当年做了十年 你不做了 那可能今天中国艺术品拍卖 完全不是这个改革 我们现在聊这些 我突然有一个想法 你也是改革开房四十年 在艺术品拍卖收藏中的一个成果 是不是 包括你农美书馆 就是说你 你就是代表了改革开房四十年 就像我们这一代人也是代表 程总 你这个话我特别接受 我认为今天这句话 肯定也可以说 从程总看到杨子晚报 到西明晚报 我看到了这张报纸 没有这个起步就没有会派的东西 这个我认为特别是说 程总说的这个总结也特别好 老友谈 这是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最传奇 最值得书写的一个故事 篇章 对吧 我认为今天 程总说的 加的是 中国艺术品拍卖的一股清流 我认为这个必须要坚持下去 我在今天当你说 你可能也体会到 以前为什么我对你一直 虽然比我小 你趁我大哥 我老家兄弟 我一直对你尊重 你就能理解了 这个尊重是你对中国艺术品市场 对中国文化的执着 就过去有一句话 我们就说英雄处处很相同 是不是 过去有一句话 叫何其相似来尔 我不知道是哪一句话里面说 太像了 说何其相似来尔 我们俩 所以我 我跟一切是 就是不用太多语 你是掌舵的 我是水手 你掌舵了才有了中国市场派 真的 你今天我感觉这个总结 有一句话 你没有前面 没有程总 你总对这个市场的 这种侵略的培育 我估计我也坚持不了 那我们就共同举杯 好吧 我们这个致敬 程总是舵手 我们是水手 哈哈哈 就是 所以 你只能够 我们的力量 就是 这个 证明一下